沾裹着五彩辣叶的木刻模具在指尖流转 冷热交替之间塑造出一支支精美生动的花烛 连日来,在贵州省思南县古老的安华街上 刘诗贵家的花烛作坊格外忙碌 春节临近,前来作坊定制花烛的客人络绎不绝 刘诗贵和妻子每天早早起床 忙着制作县内外的花烛订单 就是直夜间、哪一间、东外间有的人多 因为那些农村的出去杀光的都是 从哪一间回来、这一间回来 过年的时候也都来了 就来过十五,忙就是这两个月忙的 现在像云江、世青、周边自己行 每年都有好多带在我们这里来了 现在慢慢那些苏人朋友 介绍一些都在什么年龄都有去来了 四南花竹是贵州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具有新颖、奇特、艳丽、辉煌的特点 是当地民众婚嫁、祝寿、过年等 喜庆节日活动的必需品 在刘诗贵的花竹作坊里 数百只制作完成的花竹、龙凤竹、兽竹整齐成练 格外吸人眼球 记者了解到花竹制作工艺曾有南北两派之分 南派做法是在竹身上作画或浮雕 在江浙一带较为常见 以重庆秀山、贵州思南为代表的北派做法 则是采用立体粘花 有剪纸、上蜡、绒蜡、调色、胶筑等十几道工序 制作环节比较繁复 美观却不言而喻 作为思南龙凤花竹工艺第四代传人 刘诗贵十几岁时就跟随父亲学会了制作花竹 其父刘贵贤是思南花竹的改良创新者 他经过多年前新研究创制了思南龙凤花竹 并将传统花竹用棉花和油料制竹心的工艺 替换为无烟无味的新式材料 如此制作的花竹不仅燃烧时间长 包装后还可长途运输 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 这是思南的花竹 这个历史的就是很长 但是花竹呢 有种那些那样 棉花啊 铲结和银子就相当大 然后定解 我父亲来妈就把这个 最新银子把它收下了点 过灯草 这个银子就相当像 孩子嘛就是长这种花竹 花竹他就来拎就这个龙凤竹 这个龙凤竹就是他拎出来的 刘诗贵介绍 思南龙凤花竹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花竹分阴阳 龙竹为阳 凤竹为阴 龙竹色调以红黄绿为主 龙头朝上 龙尾朝下 花团景处做陪衬 凤竹以牡丹花与统花相牵 一只凤凰穿行其间 龙凤城祥的组合 暗喻富贵吉祥的美好祝愿 如今 刘诗贵的家族作坊 除了接本地和周边县城的花竹订单 还拓展了不少来自北京 上海 山东 广东等省外客户订单 接过父亲的衣钵后 他和妻子计划下一步精进花竹制作工艺 融入更多的创意和设计 让这门民间传统技艺 在新时代绽放光彩